是不是有些突然对自己来场 我就是想就是把自己这个地方做好 不能说因为我来的时候 我就抱着一个就是向他们去学习 然后就是主要就是因为第一次来这边 就感受这个过程嘛 就是相当于是在中国 就是所有顶级球员 就是国内顶级球员都在这一个地方 就是来能跟着他们学习啊 就是就是就是学习一些手就是什么员上的 就是跟比如说跟先进的技术 或者是我也能看到我自己自身的一切不足什么的 我就是就抱着是一个学习的心态来的 你是之前都没想到自己能跟着球队来这种夸爱或者是发电球 对对对因为一开始我认为在海口的时候 在海口的时候过去训练啊打对抗啊 我就是认为他们来的时候 因为他们有一个名单嘛 然后名单上就不可能就是来四个顶级球员 就是伤的也是比较突然 然后还没虽然不是不是很严重 但是也还需要跟球队恢复一段时间嘛 然后我来这边 我第一个我自己也能够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俱乐部都在放假 然后我在放假呢 在家里待着也是待着自己练 自己练的话也不可能说是有教练带着我练的效果那么好嘛 就是来这边就肯定就怎么说呢 就全肯定都是好处 没有就是没有任何别的什么想法 你觉得自己学到什么 嗯 就是你要问这么细的话 那就是自己学到 就是跟着他们训练嘛 然后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能让自己就是自己本来是知道自己的不足 然后来这边我觉得能就是能更多的 就相当于是有些地方 其实是把我的那些不足能更加的放大 就是让我能更加深刻的认识到 就是我这个地方做的确实确实还不够 就是确实还要跟他 因为我天天跟他们在一起训练 包括接球啊 脚下技术啊 我就都是能就在我身边 我都能看在眼里 就是明显的呃 跟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小伙子这么谦虚是吧 没有没有 我就确实确实是实话实说嘛 确实是这样 其实21岁进国家队对于你呢 说给你代表了什么 因为其实挺非常年轻的 我其实在这方面我倒没怎么想 因为21岁就像就就说就国外吧 人家18 19甚至17岁就已经在就是顶级俱乐部已经踢上主力了 嗯 我觉得就是说来这儿我没有把我自己当小孩 就是说我仗着自己年轻或什么 就是我觉得来这儿大家都是一样的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虽然就是说我现在呃 以网上说的是21岁什么的嘛 但是我觉得就是自己身边也就像国澳那些 他们也都是非常有能力 对对对对 我就是我一直是这么在想 就是首先就是在训练中呃 再就先说在就是工作上嘛 就是我们训练中就是非常严谨 就是怎么就是各个细节做的都怎么说呢 就是说一直在就是督促 就是给我的感觉一直在督促队员 然后就比如说就是因为要打压周背了嘛 就是肯定是不能松懈啊 然后会就是提高会有时候会开会 然后提高我们的就是斗志 就是就这些的 然后其他大部分因为训练时间 我都是在手边那边 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球队马上要踢亚洲杯了 对于这支球队有什么冲击 对亚洲的然后马上要回去 我觉得在亚洲杯 我觉得成绩应该不会差 因为中国队我觉得在亚洲这边 就是亚洲这边我觉得 哪个队也不能说哪个队 不能说哪个队非常弱 但是我觉得都是有的一梯 就是说反正我认为 前几门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一次可能进门的时间有一个多月 然后接下来有没有想法 比如说将来继续舞台的效率 成为一号人家 有没有继续两次更远的想法 肯定是想法肯定是有 就是但是还是要 就是还是要尽快去提高自己嘛 因为像国家队国奥这边 像国奥这边马上就又有比赛 然后我现在 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把自己 就是每一天训练先练好 然后如果有机会就抓住 如果能够再 如果能够再次进入国家队 进入那个比如说国奥 我觉得就是去那个地方 就相当于就是为国效率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就是为了 就是这个都不用说了 这肯定是就是 就肯定是必须要有国家 就必须要有国家荣誉感嘛 如果能进入国家队的话 那肯定就是全力以赴 进入国家